太闷了 哇 今天看起来是很爽的 好远哦,已经到你这里 好远 Hello大家好,我是梅红 相信大家认识我这么久都知道 我是一个非常省家的好男的 西红老人 好像之前我们买了DIY的小补镜子 还有Daiso的洗衣机 那些基本上都不超过20块的产品 然后最近这几天我在FB那边就看到一罐东西非常的厉害 它使用的方法就是喷一喷过后 再抹一下搞定 哇,这么方便 有没有新的啊? 我又没推过了 然后比较夸张的时候我看他们洗厕所 喷一喷再用水冲 搞定了哦 不用等吗 等20秒30秒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买回来测试一下 就是这罐东西啊 多功能泡沫清洁机 我看晚上人家示范真的是很好用哦 最主要啊 不便宜,但是不便宜 特曼都不便宜 如果擦真是有时候抵啦 抵不难啊,大哥 这个人有什么? 抵的嘛 我就是准备了几样东西来测试啦 有我们的一些家具啦,鞋子啦 最主要是我的车 我车后面的椅子哦 我不知道他们的屁股是不是一直有穿啊 你自己说是谁啊 我骂他们 哎 我骂你错了 你没有啊 不要啊,我不要说 阿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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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就是那个车后面的椅子啦 它看上去就是一搭一搭这样的,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如果真的是洗到的话 这样我们先从一些我们平常看到的位置来测试先啦 抵一张当心啊 这一张椅子就是耳术留下来的 它之前应该是一直都是摆在阳台外面的 所以平常可能它就受到一些热晒五零这样的 可能就是有一些老痕在里面的 我们就来洗下啦 但这里讲的使用方法就是很简单啦 用之前就是摇一摇,然后碰了过后再等20秒到30秒后 用干净的软部去抹就可以啦 如果一些比较肮脏的地方咯 就是用这个刷或者一些湿布 在那个肮脏的地方一直插就可以了 然后比较特殊的材质的话 就使用一小块来测试看先啦 再来就是一些基本的姿势啦 还蛮贴心的 就是有被买这个东西 很便宜的也都被买的 真的还不错 首先我们就来测试看这个椅子 看上去就是蛮多那些黑黑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先碰一半 OK,摇一摇 再来摄 哇 现在看这个是很爽的 就是很疗愈的 你猜他真的up hold用啊 我一定会终于做感冒 我们就等到泡泡灰发一点点 我才骂啦 应该是蛮明显的啦 如果有效的话 看到那些黑色的东西吗 看这里啊,黑黑色嘛 哇 你看可以擦掉了叻 现在应该是有20秒 30秒的 就是还蛮黑的哦 但是我觉得效果应该不明显啊 只是这样擦掉的话 这样抹啊,它就是比较浅的黑色 如果是用那个刷的话 它就掉到比较明显 应该这些物件就是蛮强的 所以这样看呢 应该是蛮有效的 因为擦一擦真的是很白笑哦 OK,再来试这里啦 我们搬来之前呢 这里就是有一点雾鸡了 可能就是 直接屋主留下来的一些硬 不知道什么硬来的 我们就试试看 这些到底能不能脱掉 很爽 哎呦,这多了 哦,我按到不够大力啊 哦,有比较豪迈的 可以 大家可以这样抹一下就可以了 刚才我们的乌鸡是在这里 我们来一下 轻轻地抹 反正这一块 都好容易抹啊 都不用整样用力 我轻轻抹不了 都有掉哦 但是还好不了 这个比较明显哦 而且 墙壁的话我不知道准不准确 好像就还好不了哦 应该平常的布也是抹到是抹 大力一点的话就会掉哦 这个我就觉得好像还好 嗯 再来就来试一下我的鞋子了 我的鞋子就是满黑一下 给阿姨踏到 这都是阿姨踏我的鞋子的 我们就整双 喷了它 再用这个海绵抹一下 看看有没有效 豪迈一点喷 来了啊 哇,好帅 你头顶住我呀,哥 这个鞋子很臭啊 你的鞋子 很臭啊 不是啊 有油啊 它不是叫你测试吗 一小部分 你整个鞋子都吃不下去 等一下你整个鞋子都吃不下去 对哦 不办法,我喷到喷了 鞋子 等一下我再拿去冲水 所以主要刚才就是前面那一块 就是非常的黑 有20米 等你放上去 噴到这么久 这里就是有一点点黑的地方 我们来试试 你看 好像没有水哦 现在 我们来试看看这里 如果不是布的地方就是比较有效一点 可能加上这个是一洞洞这样就很难擦的 OK,我们再来试试看这里 直接拿去冲水 鞋底这里我们喷一半 等一下拉它啥 啥啥啥 再看这个鞋底这里 我们直接拿去冲水罢了 就不要擦 看看它能掉多少 可能我们没什么可以用啊 OK,现在我们就是直接冲水罢了 完全没有擦过了 OK,很擦 这完全没有效了 等于我平时敢洗 有没有也 有咯,那我们可以洗它 虽然喷的时候就是很了解 但是好像都没有什么效 变人稳粉了 我不信 最主要是我的车 如果它能解决掉那个一大大的 就很严 我们来试一下我的洗手 我的洗手盘就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有那些好像红色的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那些红红的鸡 当然我们平常擦的话是OK的 但是这些东西就这样 喷了下去 直接用水冲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那边鞋子那边不行了 我两个招待一桶 这样长桶 这样它的味道就是蛮香的 而且弄到手就不会有那种吃吃的感觉 而且它的泡沫现在就慢慢变少了 你问为什么它没带? 尴尬哦?尴尬哦?尴尬哦? 主要我们就是为大家吃吃了 如果可以我们不是买啦 如果看到效果不怎样的话 就考虑一下肉 因为那些影片很给是不是? 对,真的是很给 OK,我们就来冲水 可以 还是一样咯 其实不可以咯 诶,他们的影片那边就是蛮夸张一下 比这个更顽固的乌鸡 这样拍拍拍拍拍拍 然后冲就可以了 所以吧 最后杀得很多 诶,这个你不做吗? 不做 OK,那现在我们就去试 我们最后一样的东西了 再来就是我车后面这里 OK,这里就是有非常多的 不知道一搭搭的什么物质 这里也是有白白的 一搭一搭,不知道吗? 那个鱼咯? 阿比啊,有鱼咯 其实我以前是有拆完出来洗过 但是过后一下又变回这样了 所以啊,如果你要再洗的话又很麻烦哦 又很难干哦 然后最主要其实我是想用这支东西来试治理的 但是刚才试了一连串的东西后啊 我现在对它没有什么信心了 这里你们就是有看到一搭搭这样的东西 过来过来,真的好疗愈的 今次这样啦 我觉得我给它刷一点啦 肉厚一点啊 感觉一下 哇塞都挖鼓子这个吧 我再来抹一下 哇 我每天都有个手脚 对哦 这个刷子里面就是看到还蛮多那些黑色的东西 可能就是要用这个刷啊才会比较有效一点啦 然后这个布 我完全全是看到一个手掌 OK,这样这里要等它干才看到有没有效 等一下我们是红色这里 爽 这里我就不要用刷,直接抹罢了 哎呀,有多个手脚 好像还是看到很明显的这里哦 白色这里 可以我们用刷来刷一下啦 OK,我们已经是等了蛮久了 黑色这里看到啊就是好像能洗掉啦 但是红色这一边啊就是 还看到有一些白色的乌鸡在那边 刷了还是一样 而且把妈抵掉了 但总结来讲 他就是很疗愈 哈哈哈哈 我有一个勇气 实际的用途还是有啦 只是比较顽固的物件就没有那么能清除 所以以它的价格来讲是蛮划算了的啦 其实你外面买到的都要20多块 也是差不多这样的功用 这个的话6块多就可以了 像这个的话都是OK的 只是就没有他们的video这样夸张啦 噴一噴然后冲水就搞定了 所以说自知都是可以买啦 才6块多罢了 平常你用来骂东西啊都是蛮方便的 噴一噴麦骂搞定了 像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用在皮革的东西 如果是这种布的话也是差不多吧 像你们是有买过这一款吗 用到怎样呢 可以在下面分享一下啦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我测试啊 或者你想推荐我用了可以PM我啦 OK 这样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订阅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也去我的FB和IG看看啦 这样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 反正还是有示范的大套 诶 怎么用手 噢 是一样的 我们下个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 洗一下 然后我们下一个影片 我们下一个影片 我们下一个影片 到这里